什么是截拳道? 截拳道是李小龙通过悉心研究,凝聚十多年思想精髓,集合永春、红拳、柔道、空手道、击剑、拳击等中外武术流派数十家之常 于1967年创立具有代表性的新流派武术 其主要以禅宗和道家思想为宗旨,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又引以为上善若水,水无常行,因事导之 与人格斗无固定招式,特别强调要务实,不拘于形式 出手之前,需看清楚双方的优劣,预判对手攻击的范围和弱点,做出有效的拦截和阻挡 通过防御,卸掉对手的攻击力量,打乱对方的攻击意图,然后猛烈地反击,最终达到制胜的效果 同时也要硬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人所处于不同的环境,根据自身不同的条件,使用适合自己的击击方式 以下是来自电影《龙争虎斗》中的一段对话 从李小龙与方丈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所包含截权道的部分思想 你的物仪已超出有形的境界,进入了化境 此后望你能身心一致发挥到最高境界 马上回答我 什么是武术最高的境界 把技巧引于无形 还有 当你面临敌人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眼里没有敌人 那是为什么 我只是一个超像的字,没有别的意思 好 说下去 我觉得搏斗应该是一种游戏 可是我非常严肃的玩这种游戏 作为一个好的武术家 是觉得不应该居于形式,而要把武术融化收发自如 当对方萎缩的时候,我就立刻伸张 而当对方伸张的时候 我就应该步步小心处处射防 这就是以退为进,以进为退 当我在绝对有力的时候 用不着我思考 他自然就把对方击倒了 不错 所谓的敌人只不过是一个坏者 而真正的敌人则藏身于气候 你若能消灭幻影 就能消灭敌人的真身 你所谓的他 只不过是一个常常被被试的习武者 所滥用的武器 综合上述所说 截拳道无规定的套路招式 更多注重的是一种武术体系思想 他对修炼这套功夫的人资质要求非常高 不但要有扎实过硬的基本功 还要有清晰的思路 灵活的临场应变能力 然而在现实中的格斗场上 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些 或许正因为如此 几十年来放眼全世界 截拳道流派中几乎未见到 能够比肩李小龙的人再度出现 截拳道 几十年来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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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ing Afghanistan Bayern目标 几十年来放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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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放眼前